诶 老师今天来到队 我来到这个广州的攀鱼 来拜访我一个老乡 为什么我讲闽南话 是因为我有个老乡 在攀鱼的渔山西路 开了一家大牌摩托店 一直叫我来这边走一走 他也是我们闽南的好朋友 好不好 所以我要来说这个闽南话 和大家分享一下 诶 老黄 好 欢迎 听得到 听得到没看 对啊 欢迎 最好吗 最好 欢迎 好 真没用 这样真没用 你来到没没用 我刚才有事 我叫小弟AK陪你吃鱼的鱼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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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走一走 AK在做什么 AK在放晒 哦 你放晒 那我自己来说 好 好 好 警察 不要放晒 带你去吃鱼啦 AK 诶 你不要跟我握手哦 没事啦 你不要跟我握手哦 你洗手了没有 这个也算是我办个老乡了好不好 他在那个 其实他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福建永定人 刚好就是在那个 龙岩啦 龙岩 对不对 龙岩的 他在龙岩那边搞摩托店的好不好 今天就我们两个带大家去逛市场 哎 不对不对不对 只要你出现 边上不能只有男的 嗯 总要有一个女的 真的吗 安排了 真的吗 赶紧 上冲了 哎呦 这可以 这可以 哦 这可以 哦 这可以 知道你要过来 特地安排了 余山西路万千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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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丢啊 这样子最像 这样子我觉得很像 这样子 这样子我觉得很像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很可爱 啊 你是在那边做什么的 销售 哦 销售的 哦 所以大家来余山西路买车 可以找他了 好不好 很可爱的小女生 哎 好 走 我们出发 OK OK 那其实啊 这家店主要还是以平行进口车为主 那现在店里面主要就是 YAMAHA的RE 然后REM 这个RE跟我当年看那个不太 然后这个都碳纤维什么的 你要注意看侧边 看M 哦 带M是什么 带M就不一样了 你汽车圈了 对不对 你听过一句话了没有 这个不怕奔驰和路虎 就怕大众带M 在摩托车圈也一样 大众带M 宝马带M啊 你在讲什么 你到底懂不懂 哎 这个是假的 假的 假的博主 主要是我玩摩托车 汽车我只有驾照 反正意思一样就是 就怕宝马带M YAMAHA也一样 带了M就很屌 很牛逼了 这个跟一般的 这个标准版的差别在 你稍微讲一下 主要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看到碳纤维车壳了 然后就是欧林斯的电子减震 好好好 可调的 前后都是欧林斯的是吧 对 前后都是欧林斯的 这个就很牛逼了 而且它仪表很厉害 仪表还可以用手机控制 仪表用手机控制 你可以用手机调整你的这个减震 阻尼啊那些都可以用手机调 像这个车一台大概要多少钱 现在平易进口过来 然后外面成交大概要40多 普通的RE只要30多 我可以做一下吗 老板允许吗 没有 老黄跟我很熟 没关系 我可以上去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反正倒了你就带走就好了 倒了直接就40万带走 你看有没有 真的有当年这个刘德华的感觉 有没有 但是你后面少了一个吴倩怜啊 要不然吴倩怜来 吴倩怜上啦 A.K不亏我平常白成你了 你真的是干得好 干得好 好好好就这样了 哈哈哈 开心完了 我还是要讲一下我跟阿姨的一些故事啊 有一次我跟A.K.两个在聊天 我当时在电话里面跟他讲说 哇公升级的车很难骑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 公升级的车很好骑 对 但其实我们两个彼此是这种误解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 所谓的公升级 做的都是旅行车 有点像六眼魔神这样子 还要不傻 其实第一台出这种公升级的跑车 就是从R1开始 但当然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十字曲轴 因为在早期可能90年代末期的时候 所有的顶级跑车都是900cc 但第一个突破这个界线的是谁 就是本田的929 他突破了900cc 然后后来R1就直接冲到1000了 R1真的是第一次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挺神奇的 怎么会有人做这么大排量的跑车 不要问为什么 羊妈天下第一 那确实他也是做了一个 挺突破当时界线的事情 在日本企业这么保守 他愿意第一个做这个吃螃蟹的人 确实也挺厉害 而且那个时候的R1 就已经让我觉得操控很惊艳了 而且整个坐姿很战斗 而且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ABS跟TCS 所以R1 不可能存在的啦 对 所以R1真的是在历史上 我觉得可以一个立里程碑的一个车种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但是你那个时候的车 我肯定摸都没摸过 不过就是近几年了 你从05开始 R1然后到现在其实区别特别大 比如说你看现在这个是在15变款以后的 你看到这个链鱼脸 以前的那个大眼睛 大眼睛 以前是大眼睛 对对对对 它不是外观区别 车架调整了 发动机优化了 然后整个操控 然后就这个新手上去很简单 电控系统都已经 电控系统非常精准 然后以前新手上你那时候玩的公升 那就是寡妇制造机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就是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来 从250的 400的 750的 最后到1000的 对要慢慢慢慢练上去 那现在拳抖音 人手杜塔迪 人手H2 当然大家能够循序渐进是最好 这时候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但是确实现在的摩托车 电控系统都太强 包括汽车以前开911 也是这种寡妇制造机 因为它不好操控 但是现在的摩托车 跟汽车其实这种底盘的电控系统 都一直在进步 其实这几年 我觉得内燃机 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进步 但是在这种电控系统 就是这种操控的电控系统 进步很多了 好啦这台车不用说太久了 要不然人家以为我土地我老乡 其实这一段这么长 就放刚那一幕就好了 就放刚那一幕就好了 我带你去隔壁的店 隔壁店也很好玩 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小乔的最爱 当然我不确定啦 他跟我说他骑66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台 凯旋 就凯旋的660 我跟你讲以前我对凯旋的概念是什么 是那种 复古摩托车 但是这几年我来大陆之后 好像因为大陆这边 可以从泰国进口凯旋 所以就进了很多这种街车 我才知道原来凯旋 做这么多摩托车 而且我跟你说 我在赛道里面骑过凯旋 这样子吗 120RS 我在赛道里面骑过的 就那个青蛙眼那个是吧 对对对 最大的那个大青蛙 然后其实在那之前 我连凯旋就没有 完全没摸过车 然后对他的印象就跟你一样 复古车而已 对对 塞道里面骑我这车真的超好玩 他不像欧洲车 你知道吗 我感觉他不像欧洲车 就是他有很精细的操控的感觉 然后配置又很高 是欧洲车的特色就配置很高 而且重点是在大陆卖的相对是 比较便宜的 性价比 就是以前我们台湾人 一般对英国车的概念就是 贵 然后难修理 但是在大陆那边不是这样想 在大陆这边 凯旋是一个 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只不过这个品牌相对而言 大家认知度小一点 小一点 相对有点小一点 不过他是因为泰国生产 所以才比较便宜是吧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关税不一样 关税不一样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660 我觉得上次我看小小在骑很开心 他一直跟我说他骑660 我真是亲眼看到 我也觉得是 你要不要再做一样 对我来讲太小了 我要做就要做他的顶级的火箭 那才适合我的身材 ok 待会带你去看 刚刚你前面讲六眼魔神是不是 然后你看这台 相当于是六眼魔神的一个跨级 其实旅行车 其实最早是ZZR1000 1100 1200 1300 然后到最后是有1400 1400是不是就六眼魔神 然后后来 那个Kawasaki 他就转变一个方向 做了这种机械增压的一个概念 那确实机械增压理论上来说 也是更适合旅行车用 因为他的输出是比较线性的 确实是这个是挺特别的 而且他作为一个机械增压 然后挂着川崎重工的这个穿行标 你骑车出去跟以前骑六眼魔神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看起来是比那个六眼魔神小很多 对 对比六眼魔神小很多 时代也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车 他还是没有办法把东西做特别小 那现在为了操控 而且你要这样子想 其实这个是有点像速度之争的故事 你们我相信老一点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以前Suzuki跟那个Kawasaki 就是那个速度 六眼魔神和射 对其实这个是有故事 最早是Honda先引发的 就是那个黑鸟 黑鸟 1100XX 然后破300 然后海阿布萨追上来 最后是六眼魔神又追上去 那所以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有这个速度之争 到最后大家有个君子协定 就是大家都不要去破300 好像不要破300 我有点不太确定 你反过来想 为什么现在轴距越做越小 就是因为大家不去争取急速了 因为你轴距越长的话 你急速会越稳定 因为你现在要让它更灵活的话 你的轴距就会缩小 当然电控系统也有帮助 这也是我这几年 观察到很多摩托车的变化 像我这种身高比较高 我们都喜欢骑长轴距 很难找车了 你看这个车 哈雷泛美 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很新的车 就是这个车真的是 让我颠覆对哈雷的印象 对啊 就我看到这个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哈雷是想赚钱了吗 我去美国的时候 有参加过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摩托车聚会 叫那个Stutis 那个整个小镇有十几万人 那时候那名 最多的车就是哈雷 其实哈雷本身挺赚钱的 但它现在可能想要突破自己 以前早期的哈雷 不都是那种空门的 然后做1340 1340cc 然后马力不大的 但它现在这个马力 好像挺大的是吧 对 这个整个动力 然后变控 都不是车型的变化 加了很多东西 就我对哈雷的印象 就是马轮百烂度 对对对 那是我对哈雷的印象 很机械 五六十年代那种感觉 没错 然后看到这个 它如果是一个哈雷合资车 我觉得就算了 对对对 有点颠覆想法 所以就是说 你说它这个是哈雷 那当然人家也是要进步嘛 它要符合它的客户群 但你在我们真正的 说玩哈雷人的新众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 就哈雷的这个文化符号 之前那个符号太强烈了 对对对 现在一个跨越的一个新的东西 它不是说它东西不好 只是我们 就它不就不像哈雷了 它就不像哈雷了 有过那个时代过来的 对对对 就有种感觉 挺可惜的 但是它还是一个很优秀的车了 对 哈雷打钱 不过这个还不够适合你 你刚才说你要大的嘛 大凯旋嘛 2.5的大凯旋 好走走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我丝丝念念的这个大火箭 2500cc的 你知道我上次看到谁骑吗 在北京 樊绍煌 我看到樊绍煌就骑这个车 就那个 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师傅啊 就在叶问里面那个叫 呃 当然叶问哪 那叫我啊 金山早 金山早 对对对 金师傅 金师傅就骑这个车 然后还挺帅 然后戴个小帽 我觉得这个凯旋 这几年有让我颠覆 对它的一个想法 真的 它坐的车都让我觉得挺特别 尤其是 大家能想象吗 把一个2500cc排量的 三缸发动机 放在一台摩托车上面 对 诶 这我的身材骑 这个车还这么大 这个终于有点感觉了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车 但是是不是还感觉后背空空的 来来来来 又要来 对吧 这肯定不能空空如鱼 这样是不是舒服一些 对对 这样子好像这样子在妹比较舒服 对啊怎么样 这样感觉 不不不 这样子好像没有压迫感 哦没有压迫感 不是它没有压迫 它没有对我的压迫感 没事 待会会有更有压迫感 哦这样子吗 对 这个只是舒适 休闲 休闲 哦 因为它对我没有压迫感 我就觉得这个车好像瞬间不是很好 想什么呢 看 非麦品 非麦品 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非麦品 这个车 我在去参加那个美国 那个摩托车聚会的时候 看过一次 那个金刚狼啊 它那时候它在这个安索基友的摊位 展示给大家看 我就觉得这个车超屌 好好看 然后听说这台是个跟什么 法拉利联名 这台车 而且是个气动简单 现在是挺好车的状态 它是压的比较低的 然后只要一通电 啊 抬起来 我会抬起来是吧 会抬起来 非常好看 那确实是挺厉害的 不过 我记得当时好像在国外卖的 非常贵啦 好 那我不知道这台 在我们大陆这边卖多少钱 其实是 没有实际上的行情的 因为这个车就属于是收藏品 如果真的要去买 然后能弹得下来 可能就是要100多了 100多 那这个算是 已经算它的正店之宝了吗 这家店 还不算 还不算是吧 还有一台更有意思的车 真的吗 未来感的 未来感很强的 走走走走 老师我跟你说 这台车 平时谁都没办法进来看 今天是你来了 真的吗 我提前跟老板卖了一个网上的屁股 这么有排面就对 大家把排面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这台车你有没有感觉 就我有印象好像哪个电影有出现过 对 没错 这台就是拍电影的道具车 这样子吗 对啊 那部电影我没看过 我也是跟你讲有看过皮尔花 我好像有印象是什么光 什么战绩的啦 那就是它这个 如果有知道这部电影的朋友 对对对 大家把它打在这里的话 打在弹幕上 但是我记得好像这个车发动的时候 它会车上会什么亮光啊 走各种上 在大概十年前左右 大陆那时候很流行什么 在踏板车底下装那种 霓虹灯嘛 对啊 跑马灯 然后还要加音响 这个车其实通电以后的感觉 对对对 就像我们台湾说电子花车嘛 这个真的是这样骑 对啊 这样骑 这车只能拍电影 拍电影就像你这样 你这拍电影 真的 我是吹风机 我比风还快 对对对对 好了 真的很开心 今天这个 刚才你看 你又想当刘德华 对不对 然后又有吴倩怜 对不对 这种车 跟刘德华 跟吴倩怜没关系 我带你找真正的刘德华 真的吗 走走 开玩笑了 你看怎么样 是不是 刘德华烈火战车 但你记不记得 刘德华骑NSR之前 最开始骑的NSR 就是吴大为那台 是吗 当然了 刘德华一开始骑的亚马哈 我只记得最后那个决战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当时拍烈火战车的时候 那几个替身演员 都是来自于台湾的 都是台湾的演员去演那个刘德华的替身 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他们的骑程姿势 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年代二冲车 是没有那么多镇控系统的 对 所以我们在骑的时候 虽然我的脚已经下去了 可能下去了 但我身体一定还在 这个东西 对 但是你看新的像那个谁 那个马葵斯 马葵斯摸手肘 整个手肘这样下去 不一样的年代 不一样的骑法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叫啊 那个叫杜汉斯 然后现在就慢慢的到罗西开始 深度欸 马葵斯摸手肘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一直强调 这种骑车方法 尤其是马葵斯这种 真的很危险 你在一般路上 千万不能这么骑 对 很多小朋友 每次看马葵斯很厉害 但是你要想 他在赛车场 他背出去 是没事的 所以其实立我站车 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教训 最后前加热 在马路上这样子骑 确实是 非常惨 对 而且我要再讲一个事情 大家也不爱 就是千万不要炸接 好不好 真心说 这种排气管 像这二充 为什么会慢慢淘汰 就是要排气管 太大声 这个发动一下 就是那种声音 而且还冒蓝烟 对 卖蓝烟 然后污染也不好 所以大家尽量 当然你改装 我是支持的 但是千万不要去炸接 对 是真的 讲回来这个就是 难得当一次刘德华 对啊 反正虽然车的颜色 不是刘德华的颜色 但是那个车没错 而且 来来来 而且 而且等一下 不要再讲了 不要急 不要急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 你先找一下钥匙在哪里 这不是插卡的吗 世代嘛 卡在手上 但我忘记这个插哪里 太多年了 对吧 哎 这个为止 哦对对对 插下去就可以了 来来来 这个时候真的无限年来了 我等待这一刻很久了 对吧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啊 这时候应该是在梁永祺了 不要乱讲 梁永祺搞错了 梁永祺那带头盔的 对对对对 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奇摩托莎带头盔 千万 千万要记得了 好不好 好我就吹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OKOK 今天 很开心啊 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这个NSR 三代跟四代的区别 就是四代它是单摇臂的 然后它这个卡 是用插的 它的钥匙是一个插卡钥匙 对然后重点是 呃 据我所知 如果还有HRC的版本 这个卡 好像换一个HRC版本 可以到65P 还是70P 其实就像我们玩那个摩托亭一样 有一把红钥匙 一把普通钥匙 是是是是 两个性能 所以在那个年代洗衣本田 它已经挺牛逼的 它只是改变点火 就可以瞬间封锁 或者是解放它的马力 对 那因为那个年代 你做君子协议嘛 我记得二行程 在那个年代是40P 早期是45 现在变 后来变40 但这个车 随随便便改一下 把后来游戏改一下 然后甚至说那天也插个卡 它都可以瞬间到65几P 而且这个车真的当时就是 直接赛车下放 对对对 就我们做仿赛嘛 真正意义上的仿赛 是这样子的车 我跟你看 更刺激的 还有吗 当然有了 也是NSR 但是比这个还刺激 走走走 好不好 更刺激的 我跟你讲 来了就没白来 可以 来来来来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以前这个二行程 我真的太多故事可以讲了 从TZR RGB 当然NSR NSR是最奇怪的 它是后面单摇臂 然后前面配的是正叉 但是TZR 它从那个3XV的样子 然后到RGB 它都是前面是倒叉 然后后面台欧摇臂 这也是本田跟其他车厂不太一样 它做了一个单摇臂 但是却没有附一个倒叉 因为倒叉在赛场上相对来讲 它的那个 效能会更好 刚性会更好 所以我也觉得 为什么它会这样搭配 然后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很多人现在很喜欢改排气管 其实二冲层的排气管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影响它的马力 那差在哪里 差在这个膨胀式 这个膨胀式的大小 会间接去影响它的马力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冲层的车 你看它这边会肥肥的 那它这个完全影响它的马力 先稍微跟大家科普一下 这你不知道的啦 肯定不知道 你的年纪可能我在行摩托车 你都还在喝奶啊 不是你在行摩托车的时候还没误啊 肯定有更刺激的画面出现了 但是这时候我不行了 这有代工了 所以 脱离你的年代就对了 没办法 所以接下来就是 交往老板凯撒 你好你好 这些车都是它的 这样是吗 贴言是它的 都是它的 所以我侧场 它上 不过说真的 我看到这台车 我觉得非常熟悉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台版也有NSR 有有有 150嘛 对对对 这个车跟我们第一代的 这个台版的NSR150非常像 对对对 但这台是意大利产的 意大利的是不是 对意大利在NSR年代的125cc 而且是有电打火的 是125的喔 125的 125的 还有我们叫谁卤啊 就是有那个电启动的 电启动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台车非常难得 就是九几年进入大陆 跟着一直这个车主 就实表700多公里 700多公里 对放了这么多年 差不多小30年了 前几天就拉过来 我们做一次重新的翻新保养 这个也算是比较特别啦 好像是我记得150版本的NSR 好像只有泰国跟台湾是有的 然后其他地方好像都是125的嘛 125都是125 特别在欧洲版的都是125cc的 那你前面这台是什么 前面这台就刺激一点 这个是NSR PGM4 跟着我做了一个纯赛车化的改装 因为PGM4的马力比PGM3要小一点 所以我点火器和龙根用了PGM3 多5匹嘛 多5匹 原厂就多5匹 那如果搭上排气的话 就会差15匹左右 那这个大概改起来 大概现在几匹 现在50多吧 但是这个车重不是很重嘛 很轻 大概有没有90 不到90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整备的阶段 因为还有一些 你看还有一些仪表那些没上 这样是吗 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做马力 包括整体的车的质量 那我好奇问你 譬如说你一样做赛车 像我那个年代 我在台湾有比那个RS125 RS250 就是Honda也有它的这个二冲城的赛车版本 叫做RS 不是Aparia那个RS 那为什么你没有去进那个RS250回来玩呢 首先RS在大陆里面是非常少有的 现在大陆里面只有大概三台车 因为在90年代 就经济不算非常发达 所以能留在大陆区只有三台车 这样是吗 那去日本收回来不行吗 成本 太高了是吧 太高了 而且维护费用太高了 因为我比如我有个朋友 他们有两台 有三台里面其中有两台 现在在他手上 一台就价值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哇那么老的车还要二十几万 对啊因为没有 也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RS250或RS125 他们都是像卡丁车的二冲一样 它那个气缸是以工作小时计算的 时间到了 那个就要报废 然后换一组新的 所以这个消耗非常大 那确实拿这个去玩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我这台车也有用RS的东西 例如 对 那整个Tofor这个前面的 整个一组都是用RS250的 哦RS250的 RS250 但就是因为它原厂的三星 上下三星是用不了 就是RS三星就用不了这台车 所以我们就重新做CNC的做 我知道这个重新CNC加工嘛 对对 重新CNC加工 那这个确实是挺厉害的 真的 确实我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子改装 因为大部分我玩的都是厂车啦 好无论如何今天很开心这个AK 还有我这个闽南的老乡 带我在这个虞山西路这边换一换 最后我们还是要把小姐姐叫过来 来 你这里能做吗 应该不能 哈哈哈哈哈哈 好谢谢大家今天好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哎呦老师今天玩这么开心 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拍第二期啊 那我看这个观众股东老爷的诚意啊 如果不受欢迎的流量不好我们在拍干嘛 要不然这样子啊 这次如果在点赞过完的话我们再准备第二期啦 其实我们 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对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就是两岸之间的同胞 如果越了解彼此的话我们的误会越少 所以我也满希望能够做这种 两岸之间的摩托车的话题 民化交流也行 mum 文化交流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大家尽量点赞啊 好不好 投个币也好 哈哈三连一波三连一波 最好是可以转发啦 好的话我们再坐下一期 不过这个车真的是太棒了 说不定下次来是另外一个颜色 有可能 对啊 以前新摩托 哇干真的太棒了